刚过门的我被迫向全家人下跪,老公扬言,这是规矩。而只生了个女儿后,更是遭受了非人的折磨。恨从心起,到最后他们哭着求我放过他们。别的女孩第一次去见公婆都会被列为做上宾,当然也有人会给儿媳下马威,但最过分也不过是让她洗个碗,做点家务。 可我的婆婆第一次相见,就让我给他们全家人跪下,其中还包括才两个月大的侄女,以及院子的老黄狗。就在我认为他们全家人都应该去医院看看精神科的时候,男友陈泉却贴在我的耳边告诉我,你快跪下,这是我们家乡的规矩。 试问,有几个人见过这样的规矩?总之我没有见过。看着眼前那几个用着凶声恶煞目光打烟我的人,尤其是坐在最中间的恶毒婆婆,我心中一阵发笑。 不是吧?把陈泉当成香哺哺了,给你跪下,门都没有。想到这里,我转身就想往外走,但还没等我走两步,身后便传来了婆婆尖酸刻薄的声音,你要去哪里?关你什么事? 我立马回嘴。要知道,跟人吵架可是我最擅长的本领,可是接下来发生的誓言超过我的预料,我没想到在法治社会下,居然敢明目张胆地扣押我。 婆婆听到我的话后,脸色瞬间垫了,她转头看向陈泉的嫂子,像是在寻求对策。 嫂子显然也没见过我这种女人,惊讶之余,又开始在婆婆吹起耳旁风来,这儿媳妇还没入门,都这么没大没小了。 以后结婚还得了。妈,要不我来教教她什么是女人的三从四得? 我本想继续开口回队,说她应该回到五百年前去。 像她这样的女人,也就只配生活在那个年代。 但我还没来得及张嘴,嫂子就扭着她如像般的大腿来到的我跟前,二话不说踹在我膝盖后的锅窝,我的小腿一阵痛楚,没忍住跪了下来。 接着陈泉的妹妹也跑了过来,她是个还没成年的姑娘,却十分心狠手辣,对着我的左脸来了一记响亮的耳光,扇完之后还恶狠狠戳着我的鼻子说,让你跟妈顶嘴,让你欺负我哥。 脸颊传来火辣辣的疼痛,我呲牙咧嘴地响起身,但嫂子她们死死扣住我肩膀,无法动弹分毫。 我本以为下马威给到这就结束了,谁让二人还把我的头往下按,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额头点在婆婆的绣花布鞋前,以及她搓在地上的脚皮。 跪完婆婆后,二人又将我的身形调转,头背再一次狠狠按下。 跪到了公共的面前,公共故意调整身内看向我的衣领之内的风光。 在之后我又跪了大哥,两个月大的侄女,最后来到陈泉面前。 按理说,陈泉作为我的爱人,应该制止这些行为,可她非但没有如此,反而还直挺挺地站在我的面前。 看着她此刻高高在上的模样,我不禁回忆起她像条田狗一样追求我的日子。 难道这就是男人在恋爱之前对你有多好,婚后变化就有多大?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结婚,陈泉一家究竟哪里来的勇气,敢在我面前做出这样的事情? 他们没再给我思考的机会,再一次把我的头磕像水泥地板。 这种有如我尊严的行为没有打破我的骄傲,我抬起头死死盯着陈泉,陈泉我告诉你,我们瞒了,我们结束了。 回去之后我会报警,把你们伤害我的事情,告到法庭我要起诉你们。 啊?什么意思?我怎么听不懂?我们不是在进行建公婆的礼仪吗? 婷婷,我告诉过你,这是我们家乡的风俗,每家每户都是这样的,你懂点事,别给警察同志添麻烦了。 耳边传来了陈泉的声音,有病吧你?如果这真是风俗,我不嫁了。 放开我,我要跟陈泉分手,平平别闹了,成熟一点行了,情绪稳重点。 事到如今,陈泉居然还觉得我在胡闹,可真正在闹的难道不是他家人? 放开我,我要走。我有些崩溃了,怒吼着,一直没有说话的婆婆穿好了她的布鞋,慢悠悠地走到我的面前,贴了我一眼后,不屑开口,你要走。 你都怀孕了能走哪儿去啊?放心,我们会给亲家打电话。 马上就把婚礼办了,你就别乱跑了,多危险了。 我可不想让我的宝贝孙子出事。 什么?我愣了一下,我开始回忆和陈泉在一起的日子,我们同居过一段时间,但每次都做了安全措施。 难道从那时起,陈泉就设下了圈套,想用孩子来套住我? 清晨入耳全是狗叫的村子里,我被关在了一个黑漆漆的屋子之中。 从昨天我被迫给男友陈泉一家下跪后,手机和钱包被他们全收走了。 我本想抗争到底,但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房子待了整整一晚,被房子里的蜘蛛,门外的黄狗吓得瑟瑟发抖后,内心产生了恐惧。 我现在没有报复陈泉一家的勇气,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这个村子回到自己家。 但是陈泉没有放过我的意思,他打开了门,一缕阳光照在了我的身上。 我的身体忍不住颤抖了一下,陈泉面上是明晃晃的得意,他仰手摇了摇我的手机, 乖婷婷,我已经给爸妈打了电话,周末就是我们的婚礼了,希望你好好表现哦。 对了,咱们生孩子已经快四个月了,你身体又不好,如果打掉孩子,你一辈子可能都怀不上了,而且还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,所以还是乖乖跟我结婚吧。 能做到吗?耳边传来陈泉如同梦魇一般的声音,若是昨天,我肯定会毫无疑问地抬头回怼他,不怀就不怀,你别想拿这种事情来威胁我。 但此刻我看着大黄狗在我面前呲牙咧嘴,在想到他们一家人的目无尊法,我怂了,我知道如果逞一时的口舌之快,接下来的日子肯定会很凄惨。 当然了,仅仅是这样就想让我沉浮,那也是不可能的,现在他们怎么对我今后我都会让他们加倍偿还回来。 四几次,我洋装怯懦地开口,好好,我,我跟你结婚,但是你不要伤害我,放心了,我最爱你了,只要你给我们老陈家生个儿子,我们一家都会对你好的。 见我听静耳,陈泉脸上的笑容更加明媚。 我看得一阵恶心,不知道当时怎么会看上这么个废物男人,那如果没生出来呢? 不料,陈泉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如智冰哭。 嘿嘿嘿,那你就跟大黄的地位一样。 陈泉说到这里摸了摸黄狗的头,一脸的毫不在意。 令我没想到的是,我真的生下了个女儿,而我的人生也在这一刻,我和陈泉真的领了结婚证,其实结婚的时候,我真的想跟父母说回家。 但陈泉一家人,24小时不间断盯着,我就连上台婆婆都在我的身边警告我,在我们村结婚,来的人大多都是我们村里人,也不想发生什么意外吧。 听到这样的威胁,我生怕会给父母也带来威胁,只得含泪完成婚礼。 但越是如此,我心里的恨就越深,我发誓一定要让陈泉家的所有人付出代价,尤其是同位女人的婆婆。 转眼六个月过去,孩子出生了,这六个月里我老老实实做人,再加上我有可能给他们陈家生孩子,他们家人也没有特别为难我。 当然,每天晚上亲手给婆婆洗脚这种事是免不了的,婆婆的脚皮在我的细心照料下都少了很多。 看着她每天脱落的脚皮,我无动于衷,等着吧,今后总能让你再脱一层皮的。 回到现实,自从护士告诉我孩子是个没把的时候,我意识到我的好日子到头了。 如我所料,婆婆怒气冲冲地来到病房,当即就想给我一巴掌。 大碍于一旁还有外人的缘故,只能忍着脾气说,你等着回家的。 按理说,孕妇都要在医院做月子,只有这样是最安全的,也是恢复最快的。 就算不在医院做完整个月子,最起码也得等身体稳定才能出院。 谁料,婆婆当天就给我办理了出院手续,让陈全把我拖了回家,而我的女儿还被扔在医院。 我下意识问道,孩子呢?带回家了吗? 婆婆转头就是对我痛骂,你还有脸提孩子? 你娃算什么孩子? 拿回来养孩要浪费老娘钱,拥医院了,谁爱要谁要? 总之,我们陈家不要。 妈,这件事不能开玩笑。 我没想到陈全帮我说话了,但她下一句让我震怒她嘴角流露出一个邪笑说,妈,你是不知道现在女孩有多好,不用供她上学,等到成年了嫁给别人,光拿彩礼钱都能拿不少呢。 真的? 那说到底,也是别人家的人了。 婆婆听到有利可图,乐了一下。 没事,再让贺廷生就行了,反正她又跑不了,而且她还年轻,不像嫂子,已经是高龄产妇了。 我如遭雷击,原来这家人把我当作生育机器,时间一转五年过去,跟陈全结婚第二年的时候,父母担心我在农村过得苦,于是在丈夫家这边的城市给我买了套房。 为什么不在自己家乡买呢? 因为五年前,我被陈全一家拘禁在家里,连外出都是一件奢侈的事,因此根本没有决定大事的权利。 但他们强迫让我在房产证上加上陈全名字时。 我做出了反抗,豁出一切开口,陈全的名字是不可能加的,如果再逼我那我就不要房子了,住哪里对我而言都没有区别。 婆婆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,她觉得这房子以后总能给他们家落下好,如果不买的话,她才是一点都赚不到,于是也就破天荒地给我让步了。 这套房子拯救了我的人生,陈全和恶毒婆婆可能是看在房子的份上,没有再刻意地为难我,但我始终没有怀上第二个孩子,没有给他们生下个男孩,我的日子也过得不是很好。 我在家的地位没比仆人好多少,今天下班回家,刚进家门还没来得及换鞋,房间里传来了婆婆的指示声,先别脱鞋,去买排骨回来。 我今天想喝汤了,这几年,我被他们一家训练成听话了儿媳妇,当然这是假的。 我之所以听话,是在隐忍等我找到合适的机会,我一定会报复他们所有人。 我重新穿上了鞋子,去超市买了一公斤排骨,排骨并不多,根本不够一家五口人吃的,但我是故意的,我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气气婆婆。 至于她会怎样骂我,我早就不在乎了,我已经把她当作了一个将死之人。 可我没想到,今天婆婆将矛头转向了我那个才四岁的女儿,甚至还对她出手,公婆的打骂会给孩子的童年带来怎样的阴影。 排骨端上桌,婆婆紧紧皱眉,又一次露出她那尖酸刻薄的表情,恶狠狠地看着我,你就弄这么点排骨够谁吃的。 看着她不痛快的样子,我心中一阵暗爽,但我做了一个委屈的表情,妈,我下班太晚了,超市里只有这些了,婆婆也无可奈何,只好坐下。 就在这时,四岁的女儿,挠挠将手伸向了一块排骨,啪,我的耳边传来清脆的一声,婆婆的筷子打在了挠挠的小手上,她滑嫩的手背立马出现两条红印子,我的心瞬间紧了起来, 相信没有哪个母亲看到孩子受伤会不心疼的。宝贝,我帮你看看。我立马冲到餐桌对面,抱起了嚎啕大哭的女儿。哭哭哭?哭什么哭?赔钱货除了会哭不会其他的了?你怎么教育你女儿的?饭桌上老人先动筷子的道理不懂。你女儿没家教,你也没家教是吧? 大的没能耐生个儿子,小的也这么不懂事,你们娘俩也是有够没用的。紧接着,挠挠的哭声吵到了公公,他猛的一巴掌拍在了挠挠的背上怒吼道,别哭了,老子都要被你烦死了。我是抱着孩子的。 由于视线遮挡我,没有看到公公出手更是没来得及阻拦,导致孩子又挨了一巴掌。要知道那可是成年男人的一掌,怎么可能是一个孩子能承受得住的呢?你们太过分了。 我终于忍无可忍,歇斯底里地吼道,行了行了,小孩子打一下没事的,我小时候也是被打着长大的,你别太矫情了。 陈全在这一刻终于说话了,只不过说的是风凉话,这不是你女儿吗?你不心疼吗? 我怒气冲冲地问道,女儿有什么心疼的?反正长大以后也是嫁给外人的。你要是心疼,你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,省得在我耳边杂杂呼呼,听得我耳朵疼。 陈全的话让我彻底对她失望,也是在这时,我的抱负之心彻底燃起。你们可以用不公平的待遇来对待我。 但无论如何,不能伤害我的女儿。就在我带着女儿去医院的时候,我又听到身后传来婆婆埋怨的声音。 还真去医院了?城里人就是娇贵,又不是男孩,打坏了不就打坏了。 说实话,还不如把钱省下来多给我买点排骨吃,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,生个赔钱或碍眼。 我的身子一顿,转头记住了婆婆此刻恶毒的模样,为了女儿,我也会让你脱一层皮下来,从医院出来,我抱着挠挠走在冷风中,还好挠挠没有被公公那一巴掌拍出事,否则我肯定会报警抓她。 孩子虽然没有受伤,但我心中的恨意却没有一点减少,我已经计划好了对陈全一家的报复,既然他们不把我和挠挠当成一家人,那他们就永远地离开我的视线吧。 我为何拖到现在才对他们进行报复呢? 因为我抓到了陈全不忠的证据,这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影响不大,但陈全在这边考上了公务员,最近还在升职的关键时刻,我若是把证据抖搂到他的单位,他这一生恐怕都会毁了。 当然,我也曾有过一丝犹豫,其实我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,但陈全今天的行为让我彻底失望,女儿是我在这里唯一的牵挂,而他们一家人却视如草剑,连一块排骨都舍不得给挠挠吃。 你如此不忍,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 回到家,公公婆婆已经把饭吃完,一家人把碗筷留在了桌子上,排骨确实没有给我娘俩留下一块,我吃不吃倒是无所谓,但挠挠才四岁,正处在营养摄入的关键时期。 他们这个行为更是证明没有把挠挠当作亲孙女看待,不过也能理解。 公婆那种重男轻女的农村人看不起,挠挠这个女孩倒也正常。 刚进家门,耳边就传来了婆婆的喊叫声,去一趟医院花了多少钱? 你真是不当家不知产米油盐贵,有那个钱浪费,真不如给我买点保健品。 若是平常听到这样的话语,我可能还会忍耐一二,但是我已经决定摊牌了,自然没必要再惯着它,我直接还嘴,不是我当家,难不成是你当家。 这套房子是你买的,哪天买东西的钱是你给的。 婆婆愣了一下,她没想到向来软弱的我,今天居然开口呛她。 可能是害怕我承受不住,会和她于死网破,婆婆犹豫片刻还是开口,行了,我也不是怪你,你去拔蓝洗了吧。 与此同时,陈全的手机响了,我恰好看到备注是王丽娟,这个王丽娟就是她出轨的对象。 我本想再跟婆婆吵两句的,但这一鸟我的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,看看婆婆得知陈全跟女同事暧昧之后会说些什么, 然后我再给那个不正经的公公介绍一个小三,最后把话原封不动地还给她,想到之后要发生的事情,我的心里一阵暗爽。 我先认怂去傍晚洗了,然后回到房间打开陈全的手机质问她,这女人是谁? 为什么你们每天打这么多电话?微信还聊了这么多东西? 我当然知道这个女人是谁,她就是陈全出轨的对象。 声音引来了婆婆的注意,我撇到她进来房间后放声道,陈全,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? 如果那样的话,我们离婚。 正合把婆婆吓了一跳,她立马替陈全狡辩,应该就是普通女同事,贺婷你懂事点。 陈全要升职了,跟同事打好关系很重要。 陈全点了点头,就是,贺婷你听妈的,别胡闹了。 有婆婆这句话,我就足够了,我的目的达成后,便没有继续往下闹。 我悄悄来到客厅,发现公公正摇晃着手机,其实我早就发现了她经常和附近的人聊天,因此才会想到这个计划。 我装作出去散心,刚到楼下就拿出手机切换小号,找到公公的头像后加上了她的好友,然后把账号发给闺妮,让她帮我撩这个男人,最后把截图发给我。 回了家躺在床上,回忆起了刚进陈全家的时候,那时我就知道公公是一个不正经的老男人,因为我不曾一次发现他偷看我,带着那种意味不明的黏人目光。 若是平常人的家庭,这样我只会感到恶心,但陈全家有这样的人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。 因为他们家就没有一个正常的人,没过多久我的手机亮了起来,我虽然知道公公心思不正经,可没想到她聊得如此开放,甚至还给我闺蜜发了一张她的劲爆照。 虽然照片上没有公公的脸,但我相信婆婆肯定能认出她来,毕竟她们是在一起几十年的人, 身上有什么特征一看便知。 闺蜜把照片发我之后还带了个呕吐的表情,我笑了笑回复,你再忍忍,完成这个任务后我请你吃饭。 接着我让闺蜜家婆婆的好友,让她说自己是附近的宝妈,本来只想普通聊聊天的,但没想到这男人会这样,为了社区的安定,才让她好好管管老公。 想到婆婆明天看到消息后的表情,我在把她今天话还给她后,完全激动地睡不着觉,我又跟闺蜜聊了两句,让她先把公公的劲爆照片发给婆婆。 明天再听我的指挥把图片打上马赛克发小区里,一想到明天的画面,我的内心就一阵暗爽,闭上眼许久都没有睡着。 突然,我听到耳边传来稀稀苏苏的声音,我眯着眼睛向旁看去,陈全拿着手机做贼似的离开卧室,我猜她肯定又是去单位里的那个女人聊天。 惩罚完恶婆婆之后,还得拿到陈全确切的出轨证据,比如视频,她和王丽娟们约会照片,否则我空口无凭,容易被她反咬一口。 躺在床上许久,陈全都没有回来,我装作上厕所的模样,轻轻地来到走廊,这不来不要紧,一来便听到了一个惊天秘密。 妈,我跟您坦白说吧,我对贺婷这女人没有一点感觉了。 她今天说的没错,我和王丽娟的关系不一般,你糊涂儿子,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都是贺婷的。 若是被她发现了怎么办?房间里传来了二人的对话声。 您先别急,房子虽然现在是贺婷的,但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,这些日子我对她好点,然后让她把我的名字加在房产证上,贺婷那个傻女人一定会同意的。 妈,我出轨也不是因为管不住自己,而是因为王丽娟的父亲是我们领导,跟她打好关系的话,我的事业能够平不清云。 而且王丽娟还可以给你生个孙子,她不像贺婷那样没用。 婆婆看样子是被说动了,她开口,那你一定要注意一点,别这么快跟贺婷撕破脸皮,最起码要等到她把你名字加上。 二人的对话声戛然而止,我立马转头回了房间,陈全随后也跟了回来。 原来这母子俩已经开始谋划我的房子了。 可我怎么可能让你们称心如意呢? 我对你们的报复才刚刚开始呢,婆婆昨晚可能在想陈全的话,一晚上没有看手机,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同意了闺蜜的好友申请。 啊,你这个老东西,平常看一些不正经的东西就算了。 你居然还敢背着我出去找女人。 客厅传来婆婆发狂的喊叫,我嘴角微微上扬,报复的第一环开始了。 陈全被她母亲的声音吵醒,揉了揉眼睛起身,我紧随其后来到客厅,看到她拿着手机砸公公。 公公由于做错了事,丝毫不敢反抗。 陈全看到这一幕瞬间惊醒,冲过去夺下了手机,然后阻拦住了婆婆。 妈,你干嘛呀? 爸一把老骨头了,可不能这么打。 婆婆开始哽咽,让陈全看手机, 陈全看到公公和闺蜜的聊天内容,以及那张静报的照片后。 满脸不可置信地愣在原地。 我心想,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,两人都是控制不住自己欲望的货色。 陈全,怎么了? 我装作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,关心道,陈全本不想让我看,但我手速很快,已经拿过手机方看了起来。 看完之后,我走到婆婆的身边,拍了拍她的后背,她以为我会安慰她。 但她没想到,我把她昨天对我说的话还给了她。 妈,您这么大年纪了,成熟点懂点事,再说了,公公也没做什么实质性的举动,您千万别胡闹。 话音刚落,三人同一时间抬头,用震惊的目光看着我,但婆婆的眼神中除了震惊之外,还带有些许怨恨。 贺婷,你是什么意思?过来说风凉话了是吧?婆婆可能想在我身上发脾气的,但想到昨晚陈全跟她说的话后,她现在反倒不敢为所欲为了。 这是您昨天跟我说的话呀,怎么用在您自己身上就不行了? 妈,您年纪不小了,一定要宽容,要理解男人,你说是吧? 我说完将目光看向公公,公公很感谢我帮她说话,向我投来善意的目光。 我则在心里冷笑,呵呵,老头你先别得意,等一下就有你好受的了。 行了,你别添乱了,赶紧去做饭。 陈全发现我是来搅浑水的,把我赶了出去,正好给我机会联系闺蜜,我给闺蜜发去消息,任务开始,记得打马赛克。 我只是想报复婆婆一家,但绝对不想做任何违法行为。 接下来,五百人的小区群里炸开了锅,最上面的消息是来自闺蜜的,家人们谁懂了,遇到一个老年下头男,连我这个宝妈都不放过,给大家避避雷。 群里有人怒斥公共的行为,有人严重做欧总之结局大快人心。 这几天,不仅是小区群里热闹非凡,就连我走到外面,都时常被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。 这个好像就是那个老头家的弟媳妇,也不知道他公共平常有没有对他,别说了别说了,别被听到了。 听到了又怎么了?难道不是他们家人做的事毁三观? 听着这些话,我非但不生气,反而感觉心中一阵痛快,因为他们连我都敢骂,指不定把公公婆婆说成了个什么样呢? 尤其婆婆还经常去跳广场舞,一想到那些常搬弄是非的大妈对婆婆恶语相向,我的心里就更舒坦了。 回到家,却不见公婆的身影,一番询问才得知,二人因为被大妈们损得没了面子,抬不起头来做人,先回村子避了避风头。 这让我有点不舍,因为这场戏我还没有看够呢。 不过我转念一想,他们不在家也有好处,我能将全部身心放在抓陈泉出轨这件事上。 公婆走之后,我把挠挠送到了幼儿园,家里只剩下了我和陈泉两人。 我有预感,陈泉最近会经常和王丽娟在一起,因为这个机会对他来说也不多得。 于是我趁他上班的时候,再加装了一个小型的监控,说不定能有意外收获。 若是让我拍到他们确切的证据,那无论是报复陈泉,还是今后离婚,我都可以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。 监控安装好后没几天,我开始了我的计划,我对陈泉说我要出差一周, 让他这一周自己做饭吃。 如果是以前,他肯定会埋怨我一番,说我钱挣不到多少,一天事情还多。 但今天,他喜出望外,说不用我担心。 还叮嘱我,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 他说完便拿着手机走进卧室,许久之后才去了浴室,我捏手捏脚走进卧室,打开了他的手机。 果然他已经跟王丽娟说了很多情话,还恬不知耻地互发照片,看样子俩人是都等不及了。 我嘴角微微上扬,拿出他的手机发了一句,我好想你,今天可以来我家了,我老婆出差不在。 发完之后,我对陈泉说,我要去赶航班了,我先走了。 离开家,我聚精会神地看着监控画面,大概半小时后,一个穿着黑色丝袜的成熟女人走到了客厅。 陈泉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,但他很高兴,眼里尽是欲望,丽娟,我可想死你了。 看出来了,老婆刚出差就叫人家来,你也真是够胆大的。 王灵娟被陈泉紧紧抱着,娇称一声道,陈泉愣了一下,不过也没太在意,她可能认为是自己聊天说了我出差的消息。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,将头埋在了王丽娟的身上。 接下来的画面我没有再观看下去,总之让人觉得很反胃。 半小时候,我把视频提取出来存在了手机中,再看向摄像头里恩爱的暗人,自言自语道, 陈泉,你所做的恶罪中混原封不动的还在你身上。 这时我面临了一个选择,一是回去和陈泉摊牌,让她带着那个女人滚出我家, 二是拿着这个筹码,继续慢慢玩陈泉,把她一家都报复个遍之后,再让她付出代价。 我嘴角微微上扬,这种有意思的事情可不能这么快结束,毕竟他们可是折磨了我五年。 我拿出手机,拨通陈泉的电话,喂,老公,出差临时取消了,你来机场接我一下吧。 监控画面里,陈泉惊恐得如同被吓唬住的小绵羊,连忙让王丽娟回家,王丽娟对此肯定很不乐意, 她一脸怒气地盯着陈泉,姑奶奶,你别着急,等过一段时间我就跟她离婚,到时候我把这套房子搞回来给你住,你看可以吗? 王丽娟的老爹虽然是当官的,但是没有几个钱,根本不能像我父母那样给她买大房子。 她打量了一圈房子后,脸色彩缓和下来说,你尽快,否则我不会让我爸帮你讨关系。 听着二人打的算盘,我冷笑不已,恐怕你们的计划要落空了,你们一人得不到房子,一人也生不了职,反而还会像我那公婆一样,在单位里永远抬不起头。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惑,我怀上闹闹到现在,已经四年过去了,为什么没有在怀上一个孩子? 当然,我并不是想给陈泉以及她那可恨的一家生孩子,我只是有些担忧,难道自己的身体真的出问题了? 刚好最近没事,我便来医院做了一次彻底的检查,医生看完报告单后对我说,你身体没任何问题,尿不上孩子的原因可能在南方那边。 医生的话倒是提醒我了,陈泉这人虽然不抽烟,但他因为工作关系经常陪领导喝酒,再加上又总是熬夜加班,或许是这些原因让他的身体出了问题。 回到家,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,对陈泉说,老公,周末去医院检查一下呗,咱们好久没体检了。 我本以为陈泉会推辞医案,谁料他居然立马答应了下来,后来我才得知他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适,每天都会感觉腰背酸痛。 周末,我带陈泉去了医院。 但男人的体检报告出的时间比较慢,陈泉正值升至关键期, 没办法亲自等报告,把我一人扔在医院后便回了单位。 我等了许久,才拿着报告去找了那天的医生,医生看完后推了推眼镜, 我说的没错吧,你丈夫出问题了,检查结果显示他的生殖细胞都没有活性了, 而且年纪也不小了,恐怕已经失去生育能力了。 听到这里,我忍不住笑出了声,医生看着我愣了一下,我这才收起笑容, 赶紧拿着报告单离开。 与此同时,陈泉去了情人王丽娟那里, 王丽娟此刻告诉了陈泉一个好消息,她怀孕了, 而且最近总想吃酸的。 陈泉下意识认为王丽娟给她怀了个儿子,激动地跳了起来, 可她不知道的是,她连生育能力都没有。 那么王丽娟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呢? 王丽娟在职场混迹多年眼里,肯定不止陈泉这一个猎物, 至于孩子到底是谁的,她自己可能也不知道。 在王丽娟看来,谁能给她更好的生活,孩子就是属于谁的。 王丽娟对陈泉说,我去检查的时候,医生说已经两个月了, 你什么时候跟你老婆摊牌,如果再拖下去肚子会大的, 如果你还不去,我就只能把孩子打掉了。 陈泉陷入天人交战,一方面她很想要我的房子, 另一方面她又的确舍不得这个孩子, 毕竟那可是他们老陈家的香火。 回到家之后,我把陈泉的报告单藏了起来, 准备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拿出来。 今天陈泉给婆婆打了电话,让她无论如何都要搬回来。 婆婆因为公共闹出的风波还没脸见人, 说什么都不来,陈泉看了看我之后, 走到阳台说悄悄话。 我立马去了卧室,刚好可以偷听到他们的对话。 妈,丽娟怀孕了,怀了个儿子。 当然是我的呀。 我想让您来家里,然后我带她上门跟贺亭摊牌, 有您在,我的心里会有底气些。 房子,孙子重要还是房子重要? 房子以后我能再挣,孙子可能就只有这一个了。 贺亭身体你又不是不知道, 她要是能生出儿子,早就生出来了, 用得着这么多年都没怀上了。 她就是没那个福气给我陈泉生儿子。 看来陈泉是做好了选择, 她想要留下她所谓的孩子。 听到这里,我也是心中一惊, 原来王丽娟已经怀孕了。 但下一秒,我想到陈泉连生育能力都没有, 差点忍不住笑出了声。 陈泉这个可怜男人, 肯定没想到自己已然被两个女人玩弄在鼓掌之中。 两天后,公公婆婆回了家。 我回到家后, 洋装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, 跟婆婆嘘寒问暖了一番。 婆婆此刻不装了, 又恢复了往常的毒舌, 你看看你穿的什么东西。 上班就穿丝袜吗? 还有,我才走两天, 你就把囊囊送到幼儿园了? 你是不是怕她在家里会影响你和其他男人? 面对婆婆的烦咬一口, 我心中一阵冷笑, 等到我把陈泉出轨的证据甩到您的脸上, 我看您还敢拿这个态度对我说话。 我跟公公可不一样, 控制不住自己内心情欲。 一旁的公公听到我戳她的伤口, 立马来了火气, 但还没等她发作门外, 就传来了敲门声。 今天的主角回来了, 陈泉牵着王丽娟光明正大的回了家。 贺婷, 我今天要跟你说个事, 咱们离婚吧。 我要娶王丽娟, 她怀了我的孩子。 我没想到陈泉居然敢如此嚣张。 不过想想也能理解她是想用这种方式讨王丽娟的欢心。 再三忍住上翘的嘴角, 我开口询问道, 啊, 老公, 你是不是被骗了? 你还记得上周的体检吗? 给你看你的检查报告, 你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啊。 陈泉的表情瞬间凝固, 王丽娟待在原地, 婆婆最先反应过来, 她看完报告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, 这下孙子不是自己的, 连房子也没了, 贺婷,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没生育能力了? 陈泉不愿相信这个事实, 但她想到她最近的身体状况, 以及摆在面前的报告单, 她无法自欺欺人。 王丽娟在一旁愣到现在, 她本计划让陈泉带她回家, 在我面前要舞扬威一番后, 不费吹灰之力地分割我的财产,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, 陈泉这个男人没有生育能力。 她非但不能拿肚子里的孩子, 要挟陈泉反而要承担陈泉的怒火。 我嘴角微微上扬, 一脸冷笑地看着陈泉, 我不急着这会跟她成口蛇之快, 我倒想先看着他们护咬。 王丽娟, 孩子是谁的? 你不是向我保证过, 只有我一个男人吗? 你这个骗子。 陈泉瞬间陷入疯狂, 指着王丽娟的鼻子大喊。 王丽娟本就不清醒, 陈泉这一吼让她更猛了。 一旁的婆婆反应最快, 她拿起报告单, 走到我身边, 对我说, 贺婷啊, 那个, 妈也没想到陈泉会做出这样的事情, 这都怪我。 是我没有教育好她, 但是陈泉只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, 你别跟她计较, 让她把这个女人赶走, 你跟她好好生活行不? 你看看你公公。 她不也不做出那让人害骚的事情了吗? 我也原谅她了。 像你说的那样, 咱们做女人的懂事点。 婆婆的话让我忍不住发笑, 如果我告诉她公共出轨的对象是我安排的, 不知她会做出什么表情。 我接着往下看, 婆婆见我没有说话, 便立马呵斥陈泉, 陈泉, 赶紧让这个不守复道的女人滚出咱家。 陈泉犹豫了一下, 因为王丽娟的父亲是她的上级领导, 她不敢得罪王丽娟, 她犹犹豫豫没有开口。 陈泉, 如果你敢让我走, 我就跟我爸说, 让你永远都不能升官。 刚刚还处在上风的陈泉, 此刻是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捏了下来。 陈泉思考了很久, 最后认为自己的仕途更重要些, 她说, 事已至此, 贺婷也不会原谅我, 该离婚还是离婚吧。 王丽娟回过神来, 用一种高高在上的眼神挑衅着我。 哈哈哈哈哈哈, 我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。 你笑什么? 陈泉疑惑地看着我。 陈泉, 我不仅知道你不日, 我还早就知道你出轨了, 包括公公的事情, 都是我的算计, 什么。 陈泉的表情略为惊讶, 公公立马抬头, 恶狠狠地瞪着我说, 那女人是你找的。 我落落大方地点头承认, 这一天我等了很久, 从五年前嫁到陈泉家, 遭受那些非人的待遇后, 我就发誓一定会让这家人付出代价。 婆婆也怒了, 准备鱼死网破, 她指着我骂, 你这个女人真是蛇蟹心肠, 竟然还把算盘打到家里人身上。 你这个贱人, 儿子, 跟这个恶毒的女人离婚, 她有错在先, 要分开一半的家产, 尤其是这套房子。 公公和王丽娟在一旁附和道, 对对对现在法律规定, 离婚之后财产减半。 我知道你们很急, 但我请你们先别急。 在众人的目光中, 我打开了陈全和王丽娟在我家甜逆的视频。 陈全, 你快升职了对吧? 王丽娟, 你父亲是领导对吧? 不知道这个视频会不会对你们产生影响。 陈全的脸色瞬间变了, 她的嘴唇甚至都被下白了, 她颤颤巍巍地开口, 这个视频你是哪来的? 怎么会在家? 我指了指窗脸角落, 陈全定睛一看, 才看到一个很小的摄像头。 王丽娟也被这个视频吓得不轻, 她当然知道这个视频流出去的后果, 不仅是她自己的工作, 就连她父亲都会被连累, 可能也会被查。 要知道, 有些人是经不起查的, 陈全现在知道怕了。 她深呼吸一口气, 挤出一点笑容, 以及一个真诚的眼神, 对我说, 老婆我错了, 我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, 求求你原谅我。 我保证后半辈子对你为命是从, 把一切都交给你。 她此刻的模样像极了曾经追求我的时候, 那时候我还年轻, 被她装出来的真诚感动。 但这些年, 他们一家对我和女儿的伤害, 是不可饶恕的。 陈全, 夫妻一场好聚好散, 你带着你爸妈和你的新老婆离开我家, 除此之外, 不能带走任何一样东西, 否则我就把这个视频交给相关部门。 我的语气充满了冷漠, 陈全不敢赌, 她生怕再说下去会惹怒我, 最后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 陈全一家离开后, 我的世界安静下来, 报复完这恶毒的一家后, 我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。 当然, 我也不怕他们报复我手上的视频, 就是我的保护符。